是路边捡的蜗牛会有什么后果 之前女人伸出小手 拿着蜗牛就塞进了嘴里 嘎嘣一口 将之抱得满嘴都是 十分的有嚼劲 一个字形容 想得恨 可没想到 下午二岁身体就不舒服了 正在给顾客介绍房子时 哭吃一口 喷了足足一吨咖喱汁 这一幕 差点让几人远了出来 现场的气氛只能用三个字形容 好尴尬哦 由于味道太重 男人只好带着顾客离开了客厅 来到了卧室 可此时的顾客满脑子都是喷泉的画面 已经没心情看房子了 顾客走后 大众赶紧来到厕所 我得乖乖呀 此时的厕所 真成了厕所的样子 到处都是咖喱汁 把大众都吓傻了 突然 他看到二岁躺在地上没了动静 于是急忙上前查看 发现妻子居然没了呼吸 大众十分伤心 抱着妻子痛哭了起来 没想到这时 二岁突然睁开眼睛 又醒了过来 可二岁的心跳声明明没了 什么情况 他又买了个听诊器 放在了二岁的胸口 还是没有 他以为自己耳朵坏了 于是让女儿听 结果还是一样 我得乖乖呀 奇怪的还不止这个 只见二岁拿起剪刀 打开了自己的手掌 伤口不但没有流血 还被二岁挤出了石油 这可怕的一幕 吓得两人鸭鸡晕了过去 就连二岁的饮食 也发生了巨大改变 开始喜欢上了生肉 终于 女儿小美喊来了个专业人士 看了个二岁的瞳孔 再翻了翻恐怖故事会 可奇怪的是 此时的二岁不但精力旺盛 而且甚至还特别的清醒 昨晚还去蹦跌了呢 完全不像电视里演的上师 小说提醒大家 一定记得让二岁多吃东西 因为他饿肚子死 不确定会做出什么事情 这天 邻居老王看到二岁独自一人 于是来到了他跟前 只见他二话不说 就想要和二岁练瑜伽 此时的老王 并不知道这样做有多危险 只见二岁握着老王的小手 磁溜一舔 然后慢慢的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就在老王享受时 只听嘎帮一声 直接咬掉了他的手指 随后又扑倒了老王 等二岁的丈夫回来时 我的乖乖呀 老王已经被吃掉了一半 美女伸出粉嫩的舌头 舔了男人一下 男人瞬间支愣了起来 接着 他又把男人的手 放在自己的喉咙深处 然后牙齿轻轻与用力 只听嘎帮一声 我的乖乖呀 直接咬掉了男人的大拇指 让男人反应过来 二岁又把他扑在了地上 撕开男人9块9满的衬衣 对着他的胸肌 大快躲起来 等二岁老公回来 男人下半山已经没了 原来 二岁这一只上司 天黑饿了 都是吃满的生肉 没想到 自从吃了人肉后 二岁开始挑食起来 简单像平时一样 拿着鸡腿放在嘴边 呼吱就咬下了一大口 可嚼着嚼着 突然就吐了出来 他又拿出生牛肉 结果只剩闻了一下 就差点跃了一地 他把此事告诉了丈夫 说这些肉都没有人肉好吃 大招懵了 他气到妻子喜欢的不是人肉 而是因为新鲜 于是 他给妻子买了一只活鸡 让妻子去尝一尝 就这样 二岁像个猛兽一样 在院子里抓起了活鸡 本以为成功了 结果妻子告诉他 自己吃不下活鸡 之前妻子不停地说肚子饿 没办法 大招带妻子来到了停尸房 不得不佩服大招的头脑 他居然想要用money 买一具尸体让二岁吃 可没想到 他拿出所有的money 加上一张黑卡 才面强买到一只小脚 这小脚鸭子 二岁肯定喜欢 之前二岁上去就是一小口 嘎嘣嚼了起来 看着大招都馋了 可没想到 二岁嚼着嚼着 拖吃又突出来了 撤不紧啊 这肉太烙了 我得乖乖啊 这可是大招买过最贵的肉了 二岁又一闻 还是个汉嚼 实在吃不进去 看着如此挑食了二岁 大招终于崩溃了 贼鬼妹的 干你给我撤了 结果刚到家 大招就不停地说了对不起 可见两天地位 和你们一样 终于崩溃广播大壮 做出了个大胆的决定 于是 两人便开始了 第一次杀人计划 自容吃了忍肉后 二岁开始变得挑剔起来 平时经常吃的鸡腿 也不爱人 甚至就连最爱吃的生牛肉 居然也没了胃口 好在二岁有个好丈夫 为了防止二岁饿肚肚子 但他准备杀人给二岁吃 可到底杀谁呢 他们把最有应得的坏人 作为了首选 最好是没关注过琪琪的 可想着整整一天 都没找到符合条件的人 就在这时 女儿带着朋友刚好回来 碰巧听到他们在议论 一个年轻人 不但做尽了坏事 而且还欺骗女人的感情 就一下 可把大招两人高兴坏了 情报打开屏幕16 找到了那个渣男的资料 倒霉的男人 就这样被二岁锁定 随后 两人用塑料袋子 把房间各个角落全包住起来 以防分禁止乱喷 接着他们把男人骗到家里 大招负责在前面聊天 而二岁 则准备在后面偷袭男人 看着去接电话的二岁 大招也懵了圈 尴尬的和男人闹起了课 可万万没想到 两人聊着聊着 竟然聊出了感情 等二岁接完电话回来 男人早就没了中意 原来是大招喜欢上的男人 这才放了他 回家的路上 大招因为分心 装上了一辆比亚迪 男人一句话没说 对着大招就是一顿臭骂 结果下一秒 二岁突然飞出 一口解决了眼前的男人 二岁解释 自己实在太饿了 所以没控制住 就这样 倒霉的男人 阴沙阳坐得成了二岁的晚餐 电线被朗藏了起来 之后的日子 二岁只要饿了 就会拿出锤子和锥子 把开仓库的冰箱 开始对着尸体一顿找 接着再把找好的肉块 放进炸鸡汁里 给他炸成一桶番茄汁 倒入自己的保温杯里 这样不但保存了肉质的营养 而且还可以光明正大的吃 可毕竟有一句话说得好 只是包不住火的 两人的诡异行动 引起了富木勒邻居的怀疑 果然不出所料 光是在他家的院子里 发现了个可怕的东西 男人发现地上有什么东西 捡起来一看 居然是一枚断纸 于是他拿着断纸 寻味这家男主 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大众是都找各种理由 结果全都被当场拆穿 原来男市民福布勒 来之前就已经收集好了所有证据 眼瞅着大众就要去求了 结果福布勒居然没抓他 而是想让他帮忙杀个人 这整得大众一脸懵逼 大众把此事告诉了二岁 二岁觉得这要反而挺好 因为这种二岁从上市后 就一直靠着吃人生活 于是两人很快便计划了起来 他们脱下圣诞树的袋子 准备用来装尸体 然后用小堆车 给偷偷的运回家里 而两人的武器则是二岁被人 万事据备后 两人便来到了受害者家里 他们假装要高价收购房子 成功地进入了屋子里 看着男人倒咖啡的功夫 两人赶紧打开箱子准备 他们拿出雨衣 着急忙慌地穿了起来 结果因为太着急 两人裤子穿翻了 这时小白突然走了过来 最新彩蛋 现在在评论区输入再见2022 就会触发一个属于自己的新特效 大家赶紧试试吧 严重着就要被怀疑 没有办法 二岁直接一个飞扑 结果一口咬住了金项链 就这样 二岁和小白打在了一起 只见小白哭吃一刀过来 把两米的匕首 扎进了二岁的胸前 结果二岁不疼不痒 拔住匕首又缓了回去 最后 二岁拿起疏抛 打下了小白手中的刀子后 便又战斗了起来 而此时的大壮还在穿越营养 终于 小白发现了二岁的不对劲 急忙走过大壮 慌忙的离开了这里 回去的路上 二岁十分肯定的咬了小白一口 他十分担心 小白也会发生变异 变成和自己一样的上司 画面一转 一个服务员走进了一间卧室 直接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 小白也出现了和二岁一样的症状 突出来了几十吨的咖喱汁 难道小白也要变异了吗 这是女人第一次不穿衣服起着 写着写着 一个东西割到了她 她拿起来一看 我得乖乖呀 居然是一根脚趾 我看到这一幕 二岁并没有感到惊讶 因为她可不是什么人类 而是一只痴人的上司 可当她扭过脚趾时 发现了不对劲 于是急忙伸出自己的小脚 我得乖乖呀 这脚趾居然是自己的 身为完美主义的耳垂 自然接受不了 于是半夜七点多 就拿出一把胶枪 尝试把脚趾给粘回去 直接拿在脚趾上涂满胶水 然后把脚趾对准安了上去 结果一个不小心 把脚趾粘到了手上 并且轻轻一甩 脚趾还飞出了几十米 她又拿了针线 想给脚趾穿上去 眼所的几针下去 就要成功了 结果二维一个力道没掌握好 脚趾又被扯了下来 没有办法 二维拿出钉子 准备直接给脚趾钉上去 可没想到 不但没有成功 就连脚趾都批成了两半 这下 二维只好先给小脚穿上袜子 因为第二天 他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就是解决掉被二岁咬伤的小白 他们把小白发生便疫 到处吃人 于是早早的就赶了过来 可没想到 混社会的小白 居然变成了文艺青年 小白告诉两人 那天晚上被二岁咬后 自己全身充满了新能量 二维一听 和自己的症状一模一样 就这样 两人越聊越投缘 感觉有说不完的话题一样 就整得大壮一脸尴尬 推着大壮去结账的功夫 二维告诉了小白脚趾的事情 说成为上师后 会出现腐坏的情况 小白觉得 既然两人成为了同类 那么就要互相帮忙 于是 第二天 就整来了一箱脚丫子 让二维随便挑选 并且还向二维表了白 小白觉得他俩才是天作之合 可没想到 二维十分的爱大壮 当场拒绝了小白 随后生气的离开了这里 可怕的是 小白并没有因此放弃 而是决定要解决掉大壮 当天夜里 小白就找到了家里 身同信任的小手 一把就锁住了大壮的脖子 准备凭借自己的不死之身 除掉面前的情敌 好在关键时刻 二维出手救下了大壮 不然大壮真要去球了 两人急忙躲进屋子 堵上屋门商量对策 一个小时后 小白强行闯进了屋子 打开了两人躲藏的衣柜门 突然 他看到了地上的自己的专辑 于是弯腰去捡 就在这时 两人突然冒充 长弓的解决掉了小白 这突如其来的敌人 是解决了 但身体腐坏的问题 二维该如何应对呢